那另外呢 俄國安全會議副主席呢 表示說儘管這個60億呢 是血腥美元 大部分會流進他們 那他說 貪得無厭軍事生產基地 還說這是毫無疑問的 俄國他覺得俄羅斯 我們還是會贏 麗將軍怎麼看 第一個我要先說明 為什麼烏克蘭攻擊俄國的能源設施 其實這個俄羅斯 也攻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 現在雙方都要打能源設施 你知道軍隊裡面作戰 我們所有的後勤補給品 總共有十大類 包括到食物 糧食 彈藥 醫療設施 零附件等等 還有棉被 軍服這些 總共我們分為十大類 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類 第一個就是人要吃的糧食 能夠維持一個部隊 持續戰略的 最重要的是這三類的補給品 第一個是給人要吃的 你這個便當 糧食是最重要 其實你不要小看 你不要小看說便當 你一旦沒有飯吃的話 這部隊是完全沒有戰力 而且要供應熱食它才維持戰力 第二個是彈藥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彈藥 才能夠消耗敵人 第三個最重要的補給品 什麼就是石油 你知道一旦沒有石油的話 你這個像那天他們在那邊講開玩笑說 這個我們如果說雷達被毀掉的話 我們可以接試電 所有的雷達戰都必須自己要有發電機的 才能夠發電供給它 你不可能去接試電 所以當你油料被打掉以後 你的這種戰車 你要靠油料開不動了 你的飛彈 你的雷達系統不能開機 不能使用 所以油料的補充 其實對一個軍隊來講 作戰是持續的戰力 但是烏克蘭去攻擊俄羅斯的能源 代表說 我要切斷你的後勤 持續的戰力支援能量 可是很吊詭的事情是 誰不准他這樣做 是美國不准他去 不准烏克蘭去攻擊油料設施 因為他怕這個油價會上漲 會造成全世界的通膨 不利於拜登的選舉 那你想想看 這仗你叫澤倫斯基怎麼打 你給他手腳都綁起來 所以你不准去攻擊油料設施 因為會影響到我選舉 會影響到全世界的通膨 那你是不是默許俄羅斯 繼續賣油給全世界的國家 所以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笑話 但是我們從這件事情裡面 也可以看出來 就是美國對這場戰爭的一種態度 他目的不是真的是要打敗 只是要幫烏克蘭 他目的只是說 能夠拖到拜登選完 然後後續再怎麼講 那如果說是要打勝後續再說 但是我覺得說 美國雖然說支援他611億美元 這原污法案 大家不要以為說這些錢 就像歷史哥剛剛講的 就全部都是武器裝備 其實不限的都是 我覺得有一大部分是維持他 整個國家的運作 也需要經費 就像我們台灣來講 大家知不知道 恒山指揮所 可能你們都沒去過 我去過 恒山指揮所裡面 有一個人 他暫時的時候必須要進恒山指揮所 你們可能想都想不到 中央銀行總裁要進去 因為打仗就是要錢 要調度錢 這是非常重要的 要調度錢是非常重要的 你這個錢不是光 不是光去買彈藥的錢 而是你如何維持一個國家正常運作 包括你公務人員你要發給他薪水 包括軍人你要發給他薪水 雖然在打仗 但是這些必須都還是要進行 這一定要有的 不然的話你國家就整個崩潰了 對不對 如果說一旦那糧 還有一個叫農 現在叫農業部部長 他要進恒山指揮所 農業部的部長要進行 要進恒山指揮所 他也是暫時的那個 我們在 跟糧食有關嗎 當然有關 你如果說台灣人沒有 如果說糧食不能持續供應 吃不到飯的話 老百姓怎麼辦 對不對 這會造反的 那你就這樣就不要打下去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所以認為說 國安單位只有什麼國安局局長 國防部長 參謀總長 這個三軍總司令 不是這些人 包括這都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要這些錢給他 這些錢給他裡面 很大一部分 是讓這個烏克蘭這個國家 可以維持一個基本的運作 包括公務人員可以發薪水 包括軍人可以發薪水 那其他的一部分錢 才是幫幫忙給他買武器彈藥 但我現在特別要講 就澤倫斯基自己講的話 他前兩天講的是要25套的 愛國者防空系統 其實來講美國他們有多慘 他現在為了這個防空 他已經把這個 連關島的愛國者系統 都調去烏克蘭給烏克蘭用 那我們之前講說 這個匕首啊高超 鋼石啊這些超音速飛彈 是去打他的愛國 愛國者的飛彈系統 那他們在那邊吹牛對不對 到底是真的打到攔截到 還是假的攔截到 我們不曉得 俄羅斯說他攔截到 俄國說他們已經攻擊到了 愛國者的系統 但是從現在來看好像是真的是 愛國者沒有攔截到這幾顆 的這種超高音速導彈 而這個地面上面的這個愛國者 防空系統都被打掉 所以 澤倫斯基才會講他需要 他說最少最少 你如果沒辦法提供給我25套的話 他昨天講你最少要給我7套 那維持我這個一個滯空的能量 那你要知道 當這個軍隊裡面作戰 當你沒有沒有辦法實施滯空來講的話 你沒有辦法把敵人的空中武力威脅 給他去除來講的話 你這地面的部隊等於是在裸奔子嘛 你就脫了衣服在地面上面跑 人家看得清清楚楚 從空中看你部隊看得清清楚楚嘛 因為像歷史人哥剛剛講的 就是包括無人機啊幹嘛 那無人機都可以看你看得那麼清楚 那戰機雷達呢那當然看你看得更清楚 所以你地面部隊來講 你可以說毫無一點防禦的力量 所以澤倫斯基才急於要這些武器 但是這些武器現在來講的話 最重要是F-16戰機 那現在F-16戰機來講的話 前兩天他也在講這件事情 但是F-16戰機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說是 他這個要準備要進F-16戰機的這個機場 昨天已經被俄羅斯用一個很大的一顆炸彈 把它炸掉了 所以他這F-16飛機有沒有辦法降落 都是一個很大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場戰生來講的話 美國只有一件事情 這個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們你看他人民的年齡的那種曲線來講 你會發現說是大概30歲到40歲 突然凹下去沒有人了 就已經徵兵徵不到人 他徵50萬的兵現在已經徵不到了 他只能用監獄的囚犯 或者是已經這個殘障 已經打仗受過山的這種 捷過支的軍人繼續在徵召 然後再來就是女生 也要把他徵召上戰場 所以人沒有來講的話 你又沒有這些武器 你這兩張能夠維持多久 那我覺得澤東斯基他現在來講 他自己要考慮要怎麼樣做一個 接受跟一個談判 那美國提供這些金錢來講 只有一個目的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亮哥剛剛講的 我覺得就是 撐到大選 對撐到選舉玩 讓給你這些武器 給你這些錢讓你撐到大選完 大選完以後後續看怎麼樣 再來看怎麼樣 那這個歐洲來講 是絕對不允許說 這場戰爭失敗 因為歐洲失敗的話 北約就太沒面子了嘛 那你怎麼去嚇阻俄羅斯 所以說法國就參戰 法國真的是折論 這個馬克宏你不要以為他吹牛 他真的派部隊進去 但是部隊進去 烏克蘭第一個就把你這個 拋平臉給你幹掉一半 那一顆炮彈就把你 而且優先打你這些北約國家的軍隊 所以說法國現在面臨的 這個奧運要在他巴黎舉辦 他也面臨這個困難 如果說是你繼續把這戰事擴大 太明目張膽去支援 派陸地部隊去支援 這個烏克蘭來講的話 那你後續來講 你這個奧運舉辦 會不會受到這個干擾或影響 會不會能夠順利的舉辦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馬克宏自己要做這方面的打算 那德國來講更不用講了 我覺得德國來講 他自己目前經濟狀況 也不希望這場仗繼續打下去 那後續我覺得 美國就是撐到這場他大選完以後 那看他們怎麼樣 逼雙方走上談判桌 我想可能要到那個時候 可能這場戰爭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和平 一個落幕的機會 才看得到這場戰爭落幕的曙光 好 看起來北約也不想 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 目前想打下去大概只有美國 因為想要撐到美國大選這個時間點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實際炎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瓦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H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erisol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囉 臨時 訪問 3 3 5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